贵州山村少女离奇在教室晕倒,醒来后目光呆滞突然失忆,还声称自己是福建人,难道真的是女孩唤醒了前世的记忆?还是真的大病一场呢?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两秒点赞支持一下,咱们接着往下讲,贵州的灰水县一个苗族小女孩名叫吴琴,在一夜之间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,原因就是在她的身上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 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多才多艺的女孩,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几个月前的一次课堂上,除了老师的授课四周一片安静,这是一位女孩突然站了起来大叫一声,这时候吴琴竟然晕了过去,看到她晕倒了同学们连忙把她送到学校的医务室,过了三十分钟吴琴醒来了,吴琴竟然不认识周围的任何人,这可把同学和老师吓坏了。 老师就问问她家里的位置,吴琴还是迷茫的摇摇头表示根本不认识,还表示自己的家在福建,难道真的是穿越了吗? 罗老师一听到就忙了好好的学生怎么就在这样了呢? 胡言乱语之外,罗老师还注意到吴琴说话的口音也跟以前不一样了,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突然听不懂聊语了,学校赶紧把吴琴送回家,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, 这个吴琴如果是装的,她也没有动机啊,那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 贵州山村少女离奇在教室晕倒,醒来后目光呆滞突然失忆,还声称自己是福建人,难道真的是女孩唤醒了前世的记忆? 还是真的大病一场呢? 几天下来大家带着吴琴去一些她经常去的地方,连她上过的小学大家都带着她跑了好几遍,可是吴琴还是没有回忆起任何东西,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下, 那就从这个福建老家入手,看看从这里能不能有所收获,大家让吴琴把脑袋里福建的那个家给画下来, 吴琴先是画了一幢五层楼的房子,自己的父亲经常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,而母亲个子高高还留着满头卷发,这些就是吴琴记忆里福建的家, 可是仅凭这几幅画,也很难找出更多有用的信息,这时候吴琴突然在纸上写出了一行数字,这就是她在福建家的电话号码, 记者们就从手机号开始查询,果然就是福建泉州的号码,虽然这个号码是个空号,然而这个空号并不代表不存在, 而是有可能以前有现在被人注销,难道吴琴和这个空号原来的主人还真有某些关系吗? 电话的主人就住在福建,但是这个号码的主人已经都搬到广州打工去了, 然而吴琴描述的五层小楼在这里根本找不到,电话号码的调查已经行不通了,那该从哪一方面继续调查呢? 贵州山村少女离奇在教室晕倒,醒来后目光呆滞突然失忆,还声称自己是福建人, 难道真的是女孩唤醒了前世的记忆?还是真的大病一场呢? 大家又想出了一个办法,既然吴琴确信自己家在福建,那她应该听得懂福建方言吗? 记者们就找到熟练福建方言的人来和吴琴对话,吴琴听着是似懂非懂, 事实证明吴琴是听不懂敏男话的,看来这次福建之行是一无所获的, 回到贵州之后,大家决定在从吴琴的身上寻找线索, 在人们的建议下,吴琴被带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, 做了一个全身的大检查,各项指标显示吴琴的身体很正常, 可是一个健康的女孩,又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失去记忆呢? 语言的改变甚至失去记忆,这种种奇怪的现象, 可能来自同一种精神疾病,抑郑,实际上在专业术语上, 就叫自我为中心,但是为什么会就单单认准福建呢? 这时候吴琴的妈妈想到了一件事,就是在两年前, 有一个小伙子来到吴琴家推销洗发水, 还送给了吴琴一瓶洗发水,而这个小伙子就是在福建生活, 特别喜欢和吴琴讲一些福建的事, 未来充满幻想的少女,听到山外那个花画世界的时候, 她心里会是怎样的向往和憧憬,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之内说出自己的看法, 长按点个赞你会发现惊喜,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, 我们下期再见。